他是宗门长老口中的反面素材 每天都在墨鱼百烂 实则他修为早已到达这个世界的顶峰 由于前世高强度996猝死在电脑前 老天爷可怜他让他重活一世 这一是华清云 是苍原界清云建宗的普通真传弟子 抱着朝九五晚绝不内卷的人生目标 安稳平静的躺平一生 可是事与愿违 他所在的宗门也十分内卷 今天如往常一样 华清云躺在树下摸鱼 普通弟子一边吐槽一边问候华师兄 宗主找你去大殿询问昨天任务的细节 好在华清云为了不内卷 都会让其师弟为他的修为保密 在哪个世界都一样 能力越大事情越多 这是个修仙世界 一共六个境界 分别是炼气界 化灵境 聚魂境 灵弓境 慈府境 灯仙境 每个境分九重 而这位更是重量级 清云建宗宗主灯仙境六重绝世强者 人送外号清云剑神 可是没人知道 堂堂清云剑神是一个茶饮 华清云用的钱是养多肉和现在种植的技术 培育出来的茶叶 直接把领导死死拿捏 毕竟讨好领导是打工人的必修客 这时华清云拿出了前天 斩杀摩云宗弟子捡到的珠子 宗主眼神立马凝重起来 血破珠 宗主正想告诉华清云摩云宗的目的 可华清云立马拒绝 我不想听什么也不想知道 开玩笑听了这不是要加班 华清云撒腿就跑 不过还是被宗主叫了回来 在一阵寒暄后 宗主便告知华清云 因为上次矿了剑法机会 四位堂主 让我罢免你的珍传弟子的身份 可听见这话的华清云瞬间喜出望外 要知道他成了内门弟子 谁还敢说他摸鱼 咸鱼之魂已在燃烧的华清云 直接询问什么时候罢免这珍传弟子身份 宗主看着嬉皮笑脸的华清云 气不打一出来正要发火之际 就在此时 一道甜美的声音传入大殿 见过宗主和华师兄 突然来访之人 正是清云剑宗首席大弟子月剑兴 年纪轻轻就达到了子辅近四重 被整个宗门看作未来 而老贤于华清云则是真传弟子排名倒数第一 不过让月剑兴不解的是 宗门数万内门弟子夜以继日 就是为逆流而上早日成为真传弟子 可这个师兄却喜欢360度空翻往下跳 而华清云却给自己找了个借口 说什么是自己卡在灵宫近一久 所以要回去从内门开始巩固基础 再突破瓶颈 月剑兴听完露出崇拜的神起 月剑兴肤浅了 哈哈哈哈师妹客气了 而宗主这次叫月剑兴来 是因为几位堂主对华清云提出了一个要求 就是要华清云和月剑兴一同执行任务 多学学人家大弟子的情分平行 此时华清云则是一脸黑线 月剑兴可是宗门的内卷之王 以一己之力带动宗门内卷强度 他就是一个闲鱼百烂王 明显就已经和他八字不合了 这怎么一起出任务 于是便以自己太财 只会重重茶叶的理由打算拒绝 可月剑兴却是两眼冒光 想要和他相互扶持 一起共同进步 还打算让自己用这次任务证明自己 打破外界的谣言 一种性迷你马的生物 此刻在华清云内心自由地奔跑 好家伙想CPU 让我也内卷起来 华清云也不是吃醋的 直接以茶叶需要照顾来邀请 可宗主也很下心 为了华清云不再摆烂 直接开出福利 只要华清云完成这次任务就能放假三天 听到这话的华清云差点就要飞升了 完成任务就能摆烂三天 这个任务我华清云接定了耶稣也拦不住 次日身为宗门首席大弟子的月剑兴 早早地变在宗门演舞场上 正值五十 早已挥剑三千次香汉淋漓 而我们的白烂王却是刚刚睡醒五觉 师妹这么刻苦啊 月剑兴则是埋怨着华清云 都迟到一刻钟了 气鼓鼓地觉得这个师兄未免也太懈怠了 华清云则不以为然 身为打工人就应该好好躺平 这么努力干嘛 行了行了师妹 我以后定加倍修行 月剑兴则无奈保 时间不早了 我们出发吧 不过华清云和月剑兴都觉得 这次村民失踪的事情多半和魔云踪有关 当华清云听月剑兴说要保护修为低的自己 心里却是乐开了华 隐藏修为就是好 不但抱上大头 完事还有三天假期 这次真是赢麻了 不一会 两人便到达天云山脉的村庄上空 正在月剑兴打算和华清云商量分头找村民打探消息时 只见华清云在怀里摸来摸去的 掏出一个钟表 开始倒数四三二一五点了 下班了 师妹 我先休息了 任务就交给你了 未等月剑兴反应过来 华清云就已经跑到老远了 村庄的暗箱楼中 掌柜开一间房间 华清云看着掌柜的手臂 瞬间就看出了猫腻 可是管他呢 现在可是休息时间 华清云也想了想想师妹 可是觉得以他师妹的修为出不了大问题 直接睡着了 可没睡多久 门外传来了吵闹的声音 华清云觉得耳熟 走出房间就看到了月剑兴在和掌柜争吵 掌柜以房间已满为由 就是不让月剑兴住房 华清云便让他和自己睡一间房间 可月剑兴听到这话 小脸直接红透了 直接开始了想路飞飞 除非你想睡大街 华清云一盆冷水泼下来 月剑兴小红脸也退了下去 反正就是华清云想对他做啥也打不过他 要知道 他师兄只是功林静的小菜鸡 房间中 华清云则不理会小红脸的月剑兴 一边吃着一边问你吃过晚饭没 听着这话的月剑兴瞬间来的精神 说着什么 我们修行中人应当清心尽气 摒弃食物又虎 还未等他讲完 一块糕点袭来 堵住了鸡里呱啦说个不停的小嘴 月剑兴嘟囔着小嘴 顺势便把糕点吃了下去 糕点瞬间冲击着他的胃脸 甜而不腻入口 及话带着些许芬芳 如同清流一般清甜 他整个人都要沦陷在了糕点中 华清云则不理会这小师妹的反击 直接开始歪理大课堂 把月剑兴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明彻本心肺见真 以真会真自现诸相 向中不染方显自在 自在如常乃雕自然 刚刚说完歪理的华清云 看着傻乎乎的月剑兴 还以为他大脑当街了 而月剑兴则突然大叫一声 师兄我误了 二话不说 手直接往碗里抓去 华清云看着以肉眼可见消失的糕点 直接绝望 我的点心 在两世兄妹的激战下 华清云满脸嫌弃地睡到床上 一脸不好意思的月剑兴 则是盘系而坐 开始了修炼 刚刚还在热闹的房间 故意会变安静了下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一道漆黑的身影靠近了房间 浓郁的烟雾在两人的房间里弥漫开来 很快出入江湖的月剑兴便着了岛 在弥留之际 最关心的还是自己修为低下的师兄 叮嘱七块桃 可他不知道 他的师兄华清云是宗门隐藏修为的爵士大陆 这点小把戏对他根本无用 画面一转村庄外的小树林里 客栈掌柜双膝跪地 禀报大人 月剑兴两人已经被他迷倒 男子听到月剑兴三个字 瞬间大喜 而华清云他压根没听过 应该是个无名小族 没错 树插上的男子正是村民消失案的罪魁祸首 男子一跃而下 瞬间就解决了掌柜 随后派出了三号和四号 把月剑兴两个带回来 而华清云这边 月剑兴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 醒来后第一时间就想拉着华清云跑路 华清云则是满脸无语地看着自己憨憨小师妹 这时月剑兴也回过神来 为何修为比自己低的华师兄怎么没事 以华清云的修为 这段铃香对他压根就没效果 他当时入住这间客栈时 就发现老板不对劲 也是一直提防着 随后便找了个以睡觉没有运工 没吸入段铃香的理由 哄骗了一下傻乎乎的月剑兴 段铃香最高指对子府进五重的修饰有效 此刻华清云直接化身老油条 给月剑兴这个社会小白 言传生叫了一把出差的注意事项 看着背对着自己说教的华清云 在月剑兴里华清云此刻伟岸无比 完全不是传闻中懒散诚信的真传地点 不仅三言两语就点误我修行奥谬 更能时刻保持警惕之心救我姓女 性格体贴玉树林峰就是修为低了点 想到这些 月剑兴瞬间小脸通红 等等我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师妹恢复的如何了 华清云打断了月剑兴的小心思 月剑兴嘴上说着没事 可心底则是小路蓬蓬乱撞 未等两人含蓄几句 窗外一道紫光往他们房间飞来 有杀气 月剑兴瞬间拔出佩剑 将华清云挡在身后 师兄小心 可我们的模范男主华清云 则是直接往床上钻 反正你也恢复了 就麻烦师妹了 毕竟现在是我的休息时间 月剑兴满脸无语的 看着往床上钻的华清云 直接飞出了窗外 反正自己师兄 只是公灵镜的小菜鸡 来了也是拖后腿 此时月剑兴凌空而立 全身灵力涌动 正在气头上的月剑兴 直接全力斩下 两道身影直接被他斩握 生气的女人果然可怕 身为宗门女神的月剑兴 就更不一样了 所以兄弟们千万不要惹女神生气 舔就要往死里舔 看着地上的二人 月剑兴认出他俩是子灵宗 真传弟子 不过看二人双眼无神 这两人是血魁 此事果然和魔云中有关 不等月剑兴反应 一道闪电九连边 向着月剑兴袭来 在躲闪之际月剑兴暴怒出手 灵力狂暴涌动 蓝色电光环绕舰体 低喝一声轻云舰举 薛云断月 差时狂暴无比的剑兴 直接散开 将两人斩落 以绝顶之太腐是地上二人 可他不知道 他的好师兄 已经用神念看着整个战场 用神念观战还真是方便 眼睛都不用睁 既然敢伤害发 女子看着地上受伤的男子 竟然在愤怒中 觉醒一丝自我意识 兄弟们看见没 只要你够帅女人睡着都有爱 为爱发狂的女人就是可怕 月剑兴差点都扛不住 两人直接站到一起 狂暴的灵气在森林中肆虑 子斧四重镜恐怖如斯 在月剑兴感慨对方的怪力时 子依女子不讲武德直接开大 剑子月剑兴也不再保留 刹那间蓝色电弧围绕在剑体闪烁 暗中华青云也感叹其师妹的天赋 只是还未察觉到这次的危险所在 说吧 一片绿叶落到华青云掌中 这个应该够了 此时狂暴的灵力正从月剑兴体内渗出 聚集在剑体之上 长剑出鞘凶猛的灵力散发开来 青云剑绝拔剑势 羞勇慵狂暴的巨大剑浪 直接将子依女子吞没 月剑兴缓缓落下 月剑兴一发之时 一道绿光飞过将攻击弹开 感觉到身后爆炸开来的恐怖能量 月剑兴一阵后怕 要是被击中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那道绿光是什么 叶子 是谁救了自己 华青云看着自己的小师妹假装起身 看来你已经解决了 华师兄 月剑兴刚想询问就被华青云打断 我一直躺着怎么了 没事没事 想想自己的师兄才功临近六重 这是不可能的 说完 两人目光都放到了躺在椅子上的两人 月剑兴提议回宗门 请长老们布置青心驱邪阵法 驱除邪魁术 可月剑兴又担心他俩这样跑回去 那魔宗的人又跑去祸害其他地方 听到这我们的男主华青云就急眼了 为了三天假期 看来只能他出手了 看着走向紫云宗弟子的华青云 师兄这是要 华青云要用神念进入他们的尸海 把血魁之种拔出来 可月剑兴害怕他师兄稍有不慎 这两人可能会变成傻子 放心吧师妹 等等师兄 你难道想同时摘出两人的血魁之种 而华青云则是满脸自信 救人如救火双线操作才快 只见华青云双手轻轻一挥 就把血魁之种给拔出了 救活了紫云宗的两人 刚醒的两人 发现是青云建宗的弟子救了他们 在众人寒暄后紫云便想起了缘由 一周前他二人奉宗门之命 调查一起村民失踪情况 两人一路追踪进入小树林后 发现是一位魔宗长老 在拿村民们的血进行祭祀 结果二人大意了没有审 中了对方提前布置的陷阱 随后便被镇压 变成了邪术控制的血魁 今日侥幸被华青云救下 为此感激涕零 而月剑星则是被华青云的手段震撼到阿巴阿巴 要知道血魁之种是在石海深处 如同大海捞针 就算是宗门长老都做不到 而华青云像吃了得服饰的纵小丝滑 华师兄 你是什么时候学会这种技巧的 华青云则是为了不暴露修为 随便找个借口忽悠过去 而华青云救完人的第一件事 就要对方打钱 这可把月剑星小脸都气过 明明就是随手一挥 哪有动用什么天台地宝 人家又不是二哈 可下一秒他立马又开始了阿巴巴了 对方不但答应了而且满意送衣 不但送货上门 还打算在宗门宣传华青云的威靡 一旁阿巴阿巴的月剑星 其实不知道 目前公认可以解除血魁术的清新除血症 至少也要五万上品临时布置阵法 而华青云心底则是乐开了华 在外面摸鱼躺着就赚到三万零十外款 随后华青云便让子云回想一下 抓走他们的魔宗长老是什么情况 那人叫做莫轩 正面战斗力纯属小趴菜 就是用阵法和独厉害 华青云嘴角上扬 这些对他根本不算是 他这里刚好有一种丹药 可以让服用的人免疫三个时辰的丹度 又问他们三人有了这丹药 是否能拿下那魔宗长老 子云两眼发光 有了这丹药 他能分分钟把那小趴菜干抱 可随后他发现 为什么是他们三个华青云不一起 而华青云则已刚才 救他们俩消耗太大的劲 要好好地睡上一觉才能恢复 吓得两人连忙道歉 地旁的月剑星则是知道 他师兄只是不想加班 便满脸黑线 带着二人出发寻找莫轩 子云看着手中的丹药 真有华青云说的那么什么 而作为华青云的小姨妹 选择无条件相信 开弓没有回头见 三人吞下丹药后 正商量如何找到莫轩时 忽然大风起 天上的月亮被黑云掩盖 月剑星顿时发现了不对劲 可是为时已晚 他们三人已经进入莫轩的阵法 只在一瞬间 月剑星一剑斩出 数十道剑气将周围换进斩碎 三人这才发现 他们已被尸体锁链化了黑泥 化作阵法束缚在这里了 就在此时魔宗长老也不再隐藏身形 出现在三人眼前 华青云作为一个穿越者 不去到处装插撩妹 每天的日常不是默于百烂 华青云是为了不内卷 一直隐藏着自身修为 就在刚刚 现身的莫轩看着三人 猜测到他的血魁之主 能这么快被拔出 肯定是月剑星身上有秘宝 但是他发现还少了一个人 以为华青云害怕直接不敢来了 看着还在装插的莫轩 紫云第一个不答应 起手就是一招大棒子伸下出孝子 只可惜没打中 耍了一次光棍 当烟雾散去 莫轩则是被动开启 反派死于话多 而此时子林宗的小师弟 跳起来就是一招偷袭 而莫轩也不会忘了 他现在可是在一条三 直接挡住了偷袭 嘲讽到正派弟子就是蠢 中了他的尸骨香还浑然不知 就在此时我们的小师妹出手了 一道剑光展出 而莫轩则是自信无比想要单手挡下 狂暴的剑气直接将大地撕裂 可烟雾散去后 月剑星发现并没有击中莫轩 此时空中落叶开始消散 月剑星也发现自己被老六吓死了 看着中毒的三人 莫轩直接现身于空中 嘲笑着三人 直接开始倒数可是实习过后 他期待的画面压根没有出现 而且还少了一个人 然而消失的紫云直接出现其身后 一招大棒子出孝子 如此深沉的爱 直接让莫轩害羞到把头窜到土里 而子灵中的小师弟则是乘胜追击 抄起扇子就是一招 闪电五连边Pro Max紫光版 让其多献点血 刚从土里钻出来的莫轩不理会其伤势 则是询问三人为何没有中毒 可此时三人压根没有理会莫轩 紫云更是吐了吐舌头嘲笑他 但是他心里还是感叹着我们的男主 华轻云的丹药太厉害 如果有了这丹药 压根就不要怕那些 只会耍卑劣手段的魔秀了 而莫轩看到三人没有理会自己 想着自己的尸骨香毒性 比断灵香更猛 即便封闭气息也会被皮肤所吸收 除了他的毒门解药外 没有任何丹药能够散去毒性 定然是他们身上有秘宝 可此时的越剑 兴可没打算一直耗着 青云坚决直接凝聚打算结束战斗 可他忘了莫轩其实是召唤师 玩尽战只是爱好 莫轩直接冲天而起 开胃游戏就到此为止了 明天血链大震 刹那间血光从地面冲天而起 瞬间将三人围困 还未等三人反应 莫轩没开二度直接开启召唤 一句子斧六重的血魁 在三人身后凝聚 看着莫轩的一号血魁 本来还在高兴中的三人 眼神中瞬间充满了绝望 要知道他们三人最高 只有子斧四重 可还没完 莫轩又派出了 子斧五重的血魁二号 前去截杀华轻云 遍见星顿时神情凝重 只是他不知道 这完全是多虑了 华轻云可不是他想象中的小菜鸡 而是真正的棕门大王 此时二号已经来到了客栈窗口 正打算开始叫醒服务 下一秒就直接傻眼了 床上连根毛都没有 而我们的华轻云 一直都在用神面观看现场直播 早跑到了隔壁 但是还没高兴几秒探窗 直接换成暴谷 刚刚稳住身形的二号 抬头就看到了被他叫醒的华轻云 而华轻云则是右手扶着额头 神情逐渐冰冷 找不到人你就不知道回去吗 非要拉着别人一起加班 另一边被困在大阵之中的三人 在一番试探下 月见星知道他们在这样打下去 迟早会被那恐怖的再生能力耗死 紫云则有一招能将血鬼彻底抹杀 但是蓄力时间很长 所以剩下的时间只能交给月见星了 看着曲线玲珑的身材 背影却显得单薄 欣赏着这场困兽之斗 等待着他的血鬼二号的归来 可墨轩哪知道他以为傲的二号 已经被我们的男主华轻云 一击打了半死 要不是华轻云不想暴露实力 早就将他直接抹杀了 谁让他还想睡觉呢 所以他打算给他的邻居送一份友好快递 在恐怖的推理下 二号如流星一般急射而出 事后华轻云觉得现在还没到九点上班时间 还能再睡一回 转身便去寻找新房间 而另一边的月见星面对巨大的血色泉影 拼尽全力后才勉强挡下 绝望的氛围充盈在这片天地中 血魁在阵法加持下越来越强 看着撑不住的月见星等 莫轩失去了兴趣 下令让血魁结束战斗 看着冲向自己的血魁 月见星眼中抹过一丝绝望 可此时莫轩身后红光闪烁 瞬间就将整个大阵洞穿击碎 顺带连冲向月见星的一号 一起砸入了大底 等烟雾散去 诧异的眼神浮现在两人脸上 看着碎渣渣的一号二号 莫轩直呼不可能 随后两人都觉得是青云见宗的长老了 想不到莫轩还有后手 血魁强化术 本破碎一地的血魁瞬间凝聚冲向月见星 在千军一发之际 紫云的大招终于蓄力完成 此刻紫色闪电周身闪烁 紫云一跃而起 紫影今天和血魁碰撞在一起 狂暴的紫色闪电爆炸开来 而在双方火拼之时 我们的男主已经在听庄周讲故事了 次日春风拂面华 青云感受着清晨的阳光 只是他刚睁开眼 就看到了和平的一天 看来他的师妹是加了一通宵的班 还是解决不了这魔宗长老 随后便从怀里摸出一个怀表 看了看时间 该上班了 而战场中大地破碎 中间更是形成了巨大的深坑 紫云俯视着被砸成肉泥的一号 没错是他赢了 但刚才的一击抽空了他全部的灵力 就算是月见星都不由感慨气气魄魂力 没等三人开心一会 破碎的阵法上空传来着愤怒的嘶吼 一号是他花费了数十年的心血 而紫云宗的二人已经没有了在战之力 所以接下来就交给他了 只见月见星灵力涌动 瞬间一缕缕蓝色闪电冲天而起 砸向暴怒的莫轩 可莫轩使出的邪手也即将击中月见星 只见他双眼紧闭坚决发动 万来俱进 将两只邪手转碎 只剩下那双金色眼眸中滔天的杀意 而此时莫轩已接近癫狂 他倒要看看月见星还能展出几件 只是他不知道 刚才月见星的攻击目标不是他 而本来只有一个缺口的大阵直接破损 只有这样他的实力才不受到压制 可此时的莫轩早已癫狂 以寿命为代价发动秘术 身体直接老化 只见他干枯的手掌中凝聚出一座小型阵法 月见星想冲上去阻拦可以进来不及了 几道血见瞬间直击他的后背 把能释放凌厉的穴位封住 但身后的紫云宗两人 则是再次成为了血鬼 他要月见星付出代价 做秘法的第一个祭品 所以月见星放弃吧 我要让绝望充满你的身体 此时的月见星心中只有无尽的傲务 没有好好听他师兄的话 一次又一次的踏入陷阱中 就在他绝望时 一道声音响彻天地 放开我师妹 来者正是华清云 但他反而高兴不起来 以他师兄的修为 这不是来送的吗 在莫轩得知救华清云一个人时 毫不犹豫直接出手 装逼也要看看境界 而回应他的只有华清云淡漠的声音 破 围绕莫轩的携手瞬间破碎 惨白的眼眸中呈现着不可置信的神奇 就在他秘法被击碎的瞬间 紫云宗二人也是清醒过来 第一时间就是送上一击闪电五连边 只见紫云闪身到莫轩身后 小铁棒甩得飞起 让他直接入土为安 此时月见星心中大大的疑惑 当即就要询问华清云 师兄不是只有功林静修为的小菜鸡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而回应他的只有华清云淡然的眼神 不只是他 就连紫云宗的两位天骄也是震惊不已 而作为大佬的华清云 要伪装自己不是轻轻松松 很快便告知三人 他在二人驶海去除血魁之种的时候 他发现种子的根部 和二人的真灵纠缠在了一起 怕伤及真灵只清除了外侧的种子 但这也就意味着 二人随时都有可能再度被操控 所以他在两人驶海之中 各留下几道剑气 文言紫云宗二人也懂啊 为什么在华清云到来的瞬间 他二人的控制就被解除了 想不到越见星口中的若姬师兄 心思却是如此缜密 让他二人佩服不已 而华清云的憨憨小师妹就不同了 居然还怪上了自己 这师兄都不提前通知他一下 华清云看着满脸不开心的越见星 表示看不懂 自己都已经成功了 这是在纠结个啥 不过谁让这是自己师妹呢 还那么可爱 当然还是要哄骗一下的 告诉越见星这次打败魔宗长老 他才是关键人 听了这话 本来不开心的小脸写满了震惊 看着越见星上套了 华清云继续忽悠着 如果师妹没有蒙在鼓里 又怎么用逼真的演技 骗过狡猾的魔宗长老 只是没想到紫云宗二人也被哄进去 看到了众人的肯定 越见星小脸上 很快就露出了满意的傻笑 随后便满脸崇拜地看着华清云 自己这师兄虽然修为是低 但没想到是一个善于使用计谋 洞悉万物的大智慧之人 可华清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 上班前就把工作搞定 这不是就能提前放假了 可现实往往不会一帆风顺 四人脚下的宁天血链大阵 再次被激活 没错 作为Buff的莫轩 没有复活系统怎么行 而刚刚还美滋滋的 华清云有多开心 现在落差就有多大 随着莫轩身体浮出地面 血魁一号和二号纷纷消散 融入到他的丹田之中 一把魔戟须影慢慢尸体化 越见星见状 连忙斩出一道剑绝 可一切都晚了 魔戟已经被莫轩完全凝聚 单手便挡下了越见星剑绝 因为他的宁天血链大阵 终于成功了 越见星立即叫众人跑路 因为刚才那一件事 他最后一点灵力 只是他没注意到 华清云已经拿着钟表 开始了倒计时 让他们三人先走 自己很快就到 这句话 直接把正在积极跑路的 三人都干停了 可莫轩也不会看着他们跑路 众人被巨大化的血魁纷纷抓住 绝望的氛围再次将这片空间集满 这个莫轩就好像是不死之身一样 而越见星发现了更绝望的事情 莫轩子服五重的修为 居然提升到了八重 他们四个祭品都在这 他是如何完成明天血链大阵的 只是他们小看了莫轩的疯狂 他本来是想让一号二号作为收藏品 为了大阵成功 他不但吸收了一号二号 包括自己也充当了祭品 看着无力反抗的四人 便炫耀奇 这是魔主军灵天下的第一步 赤裂魔兵的魔胎 听到赤裂魔兵四字 紫云二人很快就想起古书上 曾记载 万年前魔兵出现时 无数正派人士被斩杀 大半江土落入魔宗之手 中周五欲登仙境 强者骑出手 才将那赤裂魔兵打碎 结束那场浩劫 而月剑星发现到了这个时候 自己师兄居然还在到手 紧接着莫轩也不废话 打算直接解决众人 可这时一道铃声打断了他 华清云则是无奈看着手里吵闹的忠诺 因为九点已到该上班了 还没等莫轩从上班这个词中反应过来 巨大的蓝色剑浪已向他斩去 刚刚还高高在上藐视众人的莫轩 直接被砍入地底 因为上班就意味着他华清云要装逼了 随后便让月剑星他们快走这里交给他 师妹你们尽快离开 去不下索灵妇天镇保护村庄 但月剑星则是非常担心 自己修为低下的师兄 紫云宗的二人也是不放心 莫轩他现在已经把自己陷阱 实力至少也是子府八重 就算他们加起来也打不赢了 更何况华清云只是功灵剑 看着他憨憨又着急的小师妹 放心吧 很快就会结束的 而下方的莫轩 人都给华清云一道剑气砍蒙圈了 上面那若鸡不管从哪方面砍 都只是功灵剑 这定是宗门里的修二代 刚才的一击你是不是用了秘宝 哦哟 华清云都被气乐了 对付你这种货色还需要秘宝 而月剑星这边已经在快乐的逃跑了 紫云是真不明白 他们就这样抛下华清云 你华师兄真的有办法对付莫轩吗 以他零功近六重的实力 一巴掌就得被拍死了 月剑星咬紧牙关 眼眸中呈现果决之色 他自己也不知道 但他相信自己华师兄 自下山以来 华师兄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没有错 而月剑星也赌对了 此时得到解放的华清云如同杀神将士 随手就挡下莫轩的权力一击 磅礴的杀意在四周扭动扩散 天地也随之暗淡 看着空中的华清云 莫轩底裤都快滴水了 到底谁才是Boss 以月剑星等人的修为 不一会就到达村庄中 第一时间就布置了锁灵复天阵 看着布置成功的阵法 他终于可以认真活动一下筋骨 莫轩现在心里虚得不行 全身就剩下嘴醉意 你不会以为刚才就是本作的全部实力了 华清云看着还在装狠的莫轩 有啥招赶紧使出来 不然一会儿就没机会了 这是何等的耻辱 他可不是以前的他 他现在是超级莫轩 血击斩 这招的确很强 光是招式余波都能将山体摧毁 显然他也很满意这招恐怖的威力 只是这已经不是1v1了 是来自华清云的绝对碾压 这是属于他的私人游戏 就这样面对华清云的讽刺 莫轩将枪头挑起 血气快速往魔井凝聚 一道狂暴无比的能量柱开始呈现 这就是莫轩的石成功力 终极必杀技魔光灭天 村庄里看着战场中一道道贯穿天穷的魔光 紫云简直不敢相信 那剑魔兵的威力如此恐怖 一旁的月剑星此时浑身都在颤抖 眼角中泪水已流出 祈祷着自己华师兄平安无事 然而莫轩的究极技能看着是威势滔天 可压根打不中华清云 技能光好看没用 长剑出鞘 一道道剑浪往莫轩飞去 一瞬间把血色光柱全部撕裂 看着此情此景 莫轩觉得自己一定是在做梦 这绝对是错觉 在他愣神之际 华清云身形开始缓缓浮现 你是否在想 为何我区区一个灵工进六重的修士 能把你玩弄于鼓掌之间 很简单因为他封印了自己境界 一直以来他都不敢在人前修炼 怕一不小心顿物引来天井 而且身为宗门弟子 表现得太过招摇 并不是好事 所谓能力越大 势势越多 为了活得轻松 自己必须隐藏实力 眼见自己的攻击无效 他现在只想赶紧逃离此地 在他看来华清云就是一个固折不扣的疯子 可这游戏华清云还没玩通关就想离开 简直可笑 三番五次打扰他的休息事件 伤害自己的同伴 逼得他提前出门 莫轩是真的怕了 卯足了吃奶的竟想快速逃离 可他再快也快不过华清云的清云见诀 随着莫轩的最后一声惨叫 乌云散去 前有赵熙转为图开天眼 后有华清云为下班一件斩山河 他是师妹口中的小菜鸡 每天不是摸鱼就是摆烂 实则他的修为早已傲视宗门年轻一辈 就连威震一方的摩修大佬 在他手里也走不过一招 就在刚刚 华清云费尽心机 才顺利支走了小师妹和紫云宗二人 本以为莫轩能让自己玩个尽心 可谁料华清云没收住力 一不小心一剑就把莫轩人整没了 而一旁观战的紫云宗二人 可被这一剑的威势吓坏了 他们心中不敢置信 此人真是越剑心口中灵恭敬四重的小菜鸡 看这一剑的威力都赶得上登先进强者 这可真是小母牛踩电线 牛逼带闪电 一旁的越剑心此时心头一紧 原来之前自己口口声声 要保护的菜鸡师兄 竟然这么掉 自己这头号大弟子的称号 在他面前真实 蚂蚁尿失财不值一提 正当越剑心遐想之际 耳边传来了锁灵阵的碎裂声 原来是因为刚才的灵力波动太过强大 导致大阵即将崩溃 越剑心立马缓过神来 他忽然想到这一出的灵力 普通人根本无法承受 便让紫云二人快去疏散民众 自己一人先延缓大阵破碎之事 可此时的他已经是强弩之魔 就在大阵要碎裂的瞬间 只见一只大手出现 瞬间修复了即将破碎的大阵 肆意的灵力也随之溃散 而来者正是他的大师兄华清云 广大群众见危机解除 纷纷败泄先师 此时越剑心却责怪起了华清云 你既然这么强 为何不早点告诉我 华清云欲言又止 随后立马装傻充了 师妹 你是不是被打傻了 我猜零功劲怎么能打得 过子斧进八重的魔秀 能赢我只是用了宗主给的剑服而已 见月剑心还是一脸疑问 我们的主角又开始了上课模式 在CPU半小时后 月剑心才勉强相信华清云说的 可他还有最后一个疑问 想要稳固锁灵附天阵 根本不是一个灵宫镜的人能做到的 华清云听完立马掏出了一个弯状物体 三人纷纷大惊 藏灵域 这藏灵域可以储存灵器 事后可以随时掉出 华师兄的说辞可谓是完美 怎么就觉得哪里不对劲呢 这时华清云抚摸着月剑心的额头 别乱想了师妹 如果我那么厉害宗主和世尊 怎么会发现不了呢 月剑心则被这突如其来的爱 整的小脸瞬间通红 之前的一律立马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一旁的紫云二人似乎很关心那魔兵 华清云则表示 那魔兵魔气滔天 目前还拿他没什么办法 只能暂时把他封印在原处 说罢众人便来到了封印魔兵处 华清云刚准备取出魔兵带回宗门 可魔兵顿时煞气冲天 瞬间就要突破封印 可见因是哪位魔修大佬 想要牵引走魔兵 可月剑心和紫云二人灵力已经耗尽 一旁的华清云又不能暴露实力 只能任凭魔兵消失在众人眼前 不过好在华清云在魔兵内 留下了一道剑气 来人想要直接牵引回手中 是不可能的了 就在众人商量对策之际 另一边的洞府中一具肉身已凝聚成功 他是宗门长老口中的反面素材 每天都在墨鱼百烂 实则他修为早已到达这个世界的顶峰 如今却带着师妹看起了小黄曼 就在刚刚魔胎即将被回收至极 华清云立马向其注入了一道剑气 才致使魔修大佬没能回收魔胎成功 而另一边洞府中复活的 竟是第一集就被华清云斩落的邪云老祖 现在的他做梦都想生死了华清云 可这时一生一响打断了他的脑 原来来者正是帮其重生的魔修大佬 随后大佬表明 莫宣死之前已制造出了魔胎 但在被召回时被外力所组 导致魔胎掉落 限次你三样法宝 注你一臂之力 倘若你再寻不回 你就去财务结工资吧 而另一边紫云宗二人告别华清云后 在返回宗门的途中 小师弟似乎发现了华清云的秘密 仿佛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从我们离开客栈到进入森林后服下的必毒丹 还有战斗之时突然飞来的二号 最后在我们濒临死亡之时 华清云的及时出手 怕是少了哪个环节 我们都会被那宁天血练大阵炼化 一旁的紫云似乎也听出了一点端倪 小师弟紧接着表示 你还记得我们当时服下的那枚B毒丹吗 恐怕我们吞下的并非丹药 而是注入了一缕剑气的剑丹 我们能够不中毒的原因 正是因为这枚剑丹中蕴含的剑气 斩散了我们体内的所有的毒素 这可把一旁的紫云听呆了 华道有竟如此厉害 可为何要隐瞒自己的实力呢 殊不知华清云只是想当一条 朝九晚五的闲鱼而已 但又有一个难题摆在两人面前 此时是否要告知宗门呢 片刻后小师弟便有了决定 既然华道有不愿暴露实力 而且还救过我俩 当然要尊重他的选择了 殊不知他们的一言一行 都在被华清云这个老六监视 见二人以无恶意便散去了 留在二人体内的剑气 此时传音时亮起 宗主令二人即刻返回宗门 在返回宗门途中 月剑星还是起了疑心 华师兄 你真的没隐藏实力吗 华清云一脸天真的表示 自己就是个灵工晋六重的小菜鸡 可你这种天才是没法比的 谁料月剑星脸色一沉 一道剑气直逼华清云胸口 剑气瞬间搅碎了胸口的衣服 这时一本被华清云珍藏的书籍掉落了出来 还不等他反应月剑星立马抢过来 看着封面月剑星瞬间小脸杀红 烧 真是太烧了 华清云见状立马抢过小说 便解了起来 师妹 这只是一本励志小说而已 随后华清云立马打开其中一页 马沙卡太烧了 月剑星修的整个人都烧了起来 随后华清云便开始了长达一小时的洗脑工作 月剑星才堪堪相信 并开始教导起了华清云 师兄你天赋不弱 我要被这世俗之物迷了眼睛 更应该努力修炼才是 说罢便要继续赶路 华清云立马松了口气 师妹应该已经打消对我都满意了吧 可这时又一道剑气朝他起来 他剑已来不及闪躲 随手一挡将剑气弹开 完了这下再也无法解释 可见我们的傻白甜小师妹变聪明了 一旁的华清云也是无奈的 好吧 我承认自己只是隐藏了一点点修为而已 听完此话月剑星不响地告知宗主 却满脸崇拜地看着华清云 这个男人明明拥有绝世魔兵 却只把他藏裤当中从来不用 原来是王秀不走平常路 把本靠西式血气净化的魔刀 强行为了几捅猪血后 最终魔刀秒变杀猪刀 可就在今日众弟子纷纷祭出法器 准备前往龙云秘境 而王秀看着呼之欲出的杀猪刀 却迟迟拿不出手 因为他可不想被众世兄弟看笑话 所以准备等众人走完再走 不过他的异常还是被陆一芝发现了 为了避免尴尬只好强装镇定 夸赞着玉华同门人人如龙 令人不由敬佩 不意会 他就瞄上了陆一芝正在擦拭的大宝贝 但出于脸面问题 他也不好意思问 只是他不知道 一个做梦都在缠他身子的女孩子 会有什么想法 王师兄是不是察觉到了自己的心意 所以才留到最后 肯定是想和自己一同前往秘境 糟糕糟糕 Oh my God 小师妹又烧起来了 若是直接邀请会不会显得很轻浮 直接走了的话 万一师兄不高兴了怎么办 马莎卡不管了直接冲 师兄若是不嫌弃 要不和侄儿同成一件法宝吧 王秀可不管什么三七二十八 直接就是一个大条 你这丫头挺懂事啊 只是在见过路一连后 两人就变三人 虽然现在看着是几了点 但是不得不说几的恰到好处 看得一旁第一身情灵惊雷 后槽牙都咬碎了 这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 随着时间流逝 王秀也发现有点不对劲 他的红英杰好像有心事 本来晴空万里的天空 顿时死气沉沉 很快 一座威然耸立的巨大石碑 印入众人眼前 这就是八百年前与魔族一战 埋葬于此的宗门先例 为了拖住十万魔族大军 御华先门付出了足足七十二脉传承 付近十万里天地生金灭绝的代价 才拖到援军到来 他是那个年代的人 所以这也是他一生的疙瘩 说吧 练红英立马散发出一股狂暴无比的杀意 警告着众弟子 无论你们将来做什么样的人 好人恶人都没关系 唯独魔族二字哪怕沾染半字 这神舟虽大绝无你们半点容身之处 而此时的王秀也意识到 要复兴挂麦简直难如登天 在经过数座十杯后 终于到了龙云秘境入口处 练红英便给众弟子科普秘境来历 此处名叫洛龙渊 是一头具备远古真龙血脉的炎黄赤龙 被斩落后化成的秘境 这次的秘境开启时间为一个月 随即大手一举 一张张福禄飞往众弟子手中 这是保命的玉符 遇到生命危险捏碎 他可直接带你们离开秘境 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你们一句 秘境内曲险的波动 你们务必要小心谨慎 不然你们可能连捏碎玉符的时间都没有 说罢练红英也没再过多言语 众人也纷纷飞入秘境 在龙云秘境中 大家组成了三人或五人的小队 队内的成员各司其职 一般会有人专门负责侦查 有人负责战斗 还有人负责疗伤或者布阵设置陷阱 所以小辈人数都不会十人以上 不然在秘境之中目标太大 容易吸引高危凶兽的注意 而王秀他们小组居然有二十几个人 这可把其他人都干懵了 光是狗腿子刚小海一行人就十九人 再加上自己和陆家两兄妹都二十以上 这实在是太招摇了 此时刚小海则是让王秀尽管放心 就秘境这点凶兽他们搁几个分分钟摆平 接下来凡视野所及之处 没有一只凶兽可以幸存 他都觉得这几个大哥来秘境是奔着大家来的 而且秘境内危机四伏 这么搞的话很容易出事 可下一秒王秀就被号称 自博烧烤时的刚小海烤出的食物折服 随后众人也开始盘点今天得到的天台地宝 陆一连则是非常满意 可他的好姐姐却是满脸忧愁 他是为了王秀兽元问题而来 如果还找不到增加兽元的灵药 自己的王师兄搞不好 没出秘境就打了 在陆一连叫了多次后 他才缓过神来 解释着自己没事 抬头就往王秀看去 可他完全想多了 此时王秀心里却是想着 如何找到有凶兆之人 白嫖人家技能 可傻瓜陆一只眼中的他是在强颜欢笑 自己必须拯救善良的王师兄 立马就拎着刚小海往小树林里钻 想让他们明天走快一点 尽快抵达秘境核心区域 此时刚小海猛逼得不得了 他本还想多砍点凶兽刷刷经验 如果去了核心区域 他们就不能像现在这样放飞自我 听出了刚小海的疑问 如果自己直说的话 万一被师兄知道了 会不会不高兴啊 他王师兄平时不表现出来 但像他那样优秀到爆炸的美男 内心肯定也是骄傲到爆炸吧 当即决定还是坑一把妹妹 随后大声告诉刚小海 他可怜的妹妹其实已经命不久已了 而火堆旁的陆一连也是冥冥中感到了恶意 可他的好姐姐已经在和刚小海 编起了感人小故事 许久后纯真的刚小海还是信了 可他也有个要求 就是陆一支练出增加兽缘的丹药后 分给他一些 自己想给王秀 他知道王秀光是为了救自己大师兄 据说丢了几十年兽缘 一切谈妥后 陆一支便让刚小海帮他保密妹妹的事情 放心我刚小海嘴醉眼了 人送外号嘴管眼 可下一秒陆一支就听到了身后让人安心的话语 听说了吗 陆一连师妹自幼身幻觉证明不久已 海格让我们密切关注 一切能增加兽缘的天才地宝 可此时陆一支似乎看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平日摸鱼百滥的华清云 终于解封了真实实力 仅仅一击差点击沙灯先进强者 就在刚刚月剑星使出了最强一击 可谁料华清云仅仅只用了一只手 便轻松挡下了此次攻击 月剑星顿时小脸煞白冷汗直流 他没想到华师兄竟已经达到了这等高度 自己仅存的那点高傲也随之破损 师兄 我败了 华清云则淡然地说道 师妹 世间万物都绝非完美 剑法也依然如此 我只是寻到了你剑法破绽 以灵力摧毁而已 所谓一力降实惠 只要你不断补足剑法的破绽 把它修行到极致 即便是手持草木 也可斩进入月星辰 月剑星听完感慨万分 自己修炼二十余载 每日苦修剑法参悟大道 虽然成为了首席大弟子 但如华师兄所说的一草斩星辰的境界 自己想都不敢想 紧接着华清云单脚一踏 一块石板迎升飞起 在石板置功之际 华清云双指来回滑动 片刻后石板浮于掌中 这块石板上的剑痕你细细参悟 足以让你的剑道造诣更上一个台阶 随后华清云将石板赠予月剑星 师妹切记这块石板绝不可被别人看到 结果石板的月剑星赶忙放在胸口 好似获得了一个不得了的宝贝一样 月剑星不愧是卷王之王 在获得石板后立马就告别了华清云 华清云看着远去的月剑星 不由的感慨 看来这妮子又要通宵修炼 也不知多注意点身体 次日 华清云正准备前往云星城 买线亮版的插画小说 可他发现他的师尊今天也要出门 莫非师尊也好这口 古堂主在飞行片刻后 突然停住了脚步 原来他发现有人在尾随他 倒有跟了我这么久不累吗 片刻后天空穴影横飞 很快就凝聚出一个人影 老夫早有耳闻古堂主速度极快 没想到今日一见也不过如此 古堂主大惊 来者竟是魔云宗宗主项巴 他似乎也意识到宗门内部有内部 可眼下也只能拖延点时间凝聚剑阵 一旁的项巴早已看穿了他的小把戏 甚至出言调侃 古堂主积蓄了那么久的剑阵 应该差不多了吧 此刻古堂主也不再掩饰 只见如洪流般的灵气汇聚于剑身 他高高跃起空中星光点点 刹那间万道剑气朝向霸飞去 而向霸无比自信 就让我看看你的剑阵 能否抵挡住我的一拳 另一边的云星城中 华清云刚准备去购买小说 一阵玉佩碎裂声传入他的耳中 原来是师尊玉佩里藏着的剑气被处罚了 华清云瞬间慌张了起来 师尊乃灯先进一重强者 怎么会遇到生命危险 而此刻的古堂主已被向霸所吼 这就是你的保命法宝 里面的护体剑气竟然替你挡住了我一拳 不赖啊 奄奄一息的古堂主 这才发现这玉佩竟是前不久 华清云赠予自己的 而向霸也不准备给他击挽 立马再次蓄力准备给他最后一击 华清云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立马解封了自己的部分实力 释放神识感知师尊具体位置 片刻间就已锁定位置 随即大声一喝 清云剑法破晓 顿时一道磅礴的剑气直指向霸 转眼间向霸已身受重伤 而古堂主也被华清云救走 向霸看着手中的衣服残片 面露凶光 下次见面 我必杀你 女人即将被一群壮汉推倒 面对女人的求救 男人不但置之不理 还在一旁起风让其呆会用力点 原来女人玩得一手好花火 靠着一手石头剪刀布 骗了无数天才地宝 华清云排了一天48小时得的限量版插话小说 转眼就被欺骗走 而就在刚刚 华清云见师尊危在旦夕 立马解封部分实力 一招清云见决破晓 竟将魔宗宗主打至大残 可这结果华清云似乎并不满意 他没想到竟然一招没有解决掉对方 恐怕对方的实力至少在登仙境四重以上 这使华清云感到头皮发麻 这种强者为什么来刺杀师尊 好在师尊以剑机逃回宗门 眼下还是限量版插话小说要紧 只见小说发售点好不热闹 一条长长的队伍几乎看不到头 华清云瞬间傻眼 他不禁怀念起之前的核酸队伍 纵然他已是巅峰强者 但还是得遵守规则排起了长队 很快过去了48小时 天也暗了下来 但却被告知就剩下最后一本了 而华清云就是这位信任 可一只牵牵御手却要抢走画册 他转头一看 一位长发披肩双花壁童 眼角类质的女人出现在眼前 但华清云怎能被美色迷住双眼 一把抓住画册谁也不让着谁 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 女人率先打破了瓶颈 这位帅气的道友哥哥 最后一本可以让给我吗 这樱桃小嘴这般俏皮可人 谁能顶得住啊宝子们 可我们的男主是个直男 大直男 果断地拒绝了女人 事后准备出双倍价格购买 却遭女人满脸嫌弃 贪主看着两人也是冷汗直流 见两人即将要掐架 连忙说道 两位道友 陌生气 气出病来谁如意 不如你们俩协商一下 这时女人似乎想到了什么 既然你我都不愿放弃 那么就来一场公平的对决吧 只见女人拿出了数张玉牌 猜拳把男人三举两胜 可华清云认为用神念一胎 就能知道对方出的啥 根本就不用猜 女人表示这是神迹门炼制的客树灵气 可屏蔽神石只能凭肉眼去看 华清云立马释放神石扫去 发现正如他所说 于是便和女人开始了戴头 随后他便开始了倒计时 在最后一秒 两人迅速将玉牌放在桌上 为了公平 女人还特意让摊主翻开玉牌 可结果正如他所想 华清云先败一局 此刻的女人有多心酸 华清云就有多落寞 可他似乎也看不出什么 只能听天由命开始第二局 可结果出奇的相似 此时的华清云心如死灰 只能任凭女人拿走华策 女人走后华清云气得浑身发颤 吓得身后的小哥都要叫120了 冷静片刻后 华清云觉得来都来了 还是逛逛再走吧 正好宗主多次关照自己 怎么也得给老板安排点别的品种的茶 很快茶子已经全部买好 正当华清云准备返回宗门时 一阵争吵声传入耳中 停下一看见是之前的女人 她正在和一群男人发生争执 原来是女人也和他们玩了猜拳 在联姻数局后男人觉得有诈 边和女人对峙了起来 可下一秒女人撒腿就跑 男人可不是吃肉的 立马运起于掌 一只硕大的手掌朝女子袭来 危机时刻女人似乎看到了什么 立马回头叫了声哥哥 他们两个想对我不拐 吓得男人立马收力回头查看 可华清云看着抢他小说的女人 此时已气地倾金抱起 立马抱拳表示 自己和这女人不属 只是路过并不会打扰两位 可女人却迈起了萌 哥哥好生无情 难道你忘了我们第一次的邂逅了吗 华清云则表示 不就是一次猜拳输给你罢了 这时两个男人似乎懂了 原来女人还坑了别人 于是上前准备好好教训下女人 华清云也在一旁起哄 两位倒有待会多用点力 可女人拿出了那本限量版画册 你要是不帮我 我现在就把这数字了 她是机灵可爱唤星天公月轻物 却超级喜欢坑蒙拐骗 初来乍到的她只用一点小手段 就将华清云证明 隐藏大佬耍的团团转 更是使其沦为打手 就在刚刚 女人竟拿出了小人书做要挟 让华清云帮自己解围 可一旁路人甲门可不管三七二十八 直接出手是必要女人留下点什么 不料却被华清云出手阻拦 路人甲门是又惊又气 惊的是华清云轻易的就破除了自己的神通 气的是刚刚说好的不出手 反观华清云为了小人书 已经实锤大冤肿一美 无奈只能向两人解释 两位倒有事出有便见谅见谅 说罢便转头让女人交出小人书 可女人却做了个极为挑衅的动作 狡猾的消失在了她的眼前 没错 华清云在短短一天之内 已经被耍了两次 这一次她怒火中烧 定要让女人付出代价 瞬间爆发出的气势惊呆了路人甲们 这修饰究竟是哪个宗门的 这气息好生恐怖 不对大哥我们的宝物 好像还在那女人的手里 而此时的女人已经来到云星城外 刚刚站稳脚跟就被一阵房装洗 当她在抬头时被吓了一天 没想到华清云已经来到眼前 还不等她反应就被点了血 并且全身灵力被封 没了灵力的支撑 女人也摇摇欲坠 华清云则顺势抱住女人 呵呵你可真行啊 哪个宗门的 居然骗到我头上了 据说云星城有条不成文的规矩 凡是在云星城招摇撞骗的 当风起灵力贬为庶民 去打扫猪卷七日 女人听完就蒙蔽了 说话都不利索 而刚刚赶到的路人甲们看待了 这啥操作咋都报上了 华清云可不管那么多 她只想要回小人书 女人此时也只能乖乖教出小人书 拿到书后华清云便为其解血 并扔给了女人一些零食 可见华清云也是个讲究人 但她也有一个疑惑的地方 那就是她是如何在猜拳中作弊的 女人却声称自己没有作弊 只是稍微用了一点幻术而已 华清云一听幻术便来了兴臣 什么幻术 说吧女人便掩饰了起来 原先手中的剪刀排木 在翻转后瞬间变成了石头 这等幻术没有半分灵气外露 难怪我们会输若一直比下去 纯连裤头都要输没了 可华清云却质疑道 那为什么第二次我掀翻的你的牌面 你又为何能赢我 你可听闻一种幻术叫 一邪纳美 只要让你自己觉得输了 那么你所看到的图案便会发生改变 三人听完无不大惊 竟然是传说中的一邪纳美 在路人假门的追问下才得知 女人竟是以幻术闻名的幻星天宫月清五 二人见女人来自上古宗门 便开始自爆家门 原来两人是云星宗真传弟子墨云和白人 二人此行的目的便是前往云星山脉寻宝 见女人幻术极其厉害 便想要其一起寻宝 月清五一听有秘宝立马来了兴趣 随后二人便说道 数日前云星山脉深处有鸿芒坠落 极有可能是罕见秘宝现实 华清云似乎听出了点端倪 几天前 红色赤芒 不愧是那柄魔胎吧 应该是我想多了 怎么可能那么巧 一旁的月清五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墨云似乎还想拉滑清云入伙 可靠墨云出名的华清云 怎会在假期期间去加班 他现在想的去城中住一宿 将这本最新册小人书看完先 而月清五却心怀鬼胎 亨真扫兴不过他肯定会回来找我 另一边的树林中 孕育魔胎的魔兵矗立在地上 方圆石里的生机已被吸尽 这时不远处出现了一个人影 来者正是惠图转生的邪云老祖 我总算找到你了魔胎 而月清五一行人正在跟一妖兽缠斗 在三人的完美配合下 很快便击杀了一头子辅三重的妖兽 莫云和白人也是被月清五的幻术折服 月姑娘这幻术堪称一绝 要是救我哥两估计要打上半天 月清五一听便嘚瑟了起来 那是自然 说罢三人便继续赶路 半个时辰后 月清五似乎有点不耐烦起来 我们都进云星山脉大半个时辰了 你真的确定力宝就在这里面吗 放心 按照我的记忆 还有不到百丈就能到达赤王附近 与此同时魔兵正在大肆地吸取大地精华 邪云老祖在一旁咯咯咯地笑着 照这个吸收速度再过几个时辰 便能够将进化的魔胎取出了 可却察觉到了灵力波动 关键时刻竟然有人来了 于是便释放神识查看 原来来者是两个云星宗弟子和一名女修士 若被他们发现魔胎 通知云星城可就麻烦了 还好三人中修为最高的也就子辅三重 但身为宗门弟子身上肯定都有宝 召唤血肉馈恐怕处理不干净 好在老板临走给了加班福利 快出来吧 小家伙 去给我把那几个宗门修士都带回来 送上门的三只活祭品可不能浪费了 另一边云星城一处茶楼中 华清云正在品着茶看着小人书 很快便看到了最后一页 隐藏了一整卷的幕后凶手马上就要揭晓了 于是他满怀期待地翻开最后一页 可没想到最后一页竟被月清五撕了 华清云瞬间石化亚麻呆住 一声嘶吼响彻天际 你压得真可以啊 被激怒的华清云直接冲着云星山脉飞去 势必要捉到月清五 抢回最后一页小说 另一边 三人越往森林深处 发现里面越发腐败 月清五总感觉身后老有东西在盯着自己 心想的该不会是被华清云发现了 我在骗他在心里默默诅咒我了吧 很快三人便察觉到了问题 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快速起来 可话因为落云心中的白人便被无情击倒 落云连忙上前查看 可刚凑到白人身前便被黑影偷袭倒地 而此刻就剩下月清五在一旁瑟瑟发抖 不知所复 是谁到底是谁在装神弄武 不出所料 月清五也难逃虎口被黑影击倒 这就是他们不知天高地厚的下场 一个三岁小女孩 却可以秒杀三位子府境强者 就在刚刚 华清云来到了月清五等人所在地 却发现三人早已消失不见 地上也没有战斗痕迹 不会被人秒了吧 这时华清云似乎感受到 有什么东西 藏在了风中 于是立马释放神石查探 就在这时一道黑影划过 准备偷袭华清云 这对于大佬华清云来说 简直就是 半夜上厕所着时 就在黑影接近之际 华清云大喝道 你是谁 想干嘛 此时黑气渐渐散去 一个三岁小女孩出现在眼前 她看着华清云瑟瑟瑟发抖 而华清云见她似乎不能说话 便询问道 当在此处的三名修士 是你打倒的吧 他们是否还活着 小女孩则是疯狂地点着头 带我去找他们 我就不惩罚你 与此同时 阵阵清脆的灵鹰袭来 小女孩双手抱头痛苦 紧接着便匆忙地飞走 一旁的话清云大惊 这难道是空魂灵 记得师尊说过 这是一种将生灵灵魂 封存在灵中极其阴狠的邪术 难道又是魔宗的人吗 另一边 邪云老祖很是好奇 为何这次外出这么久 都没能将那新来的修士抓回 于是他便疯狂地摇着铃铛 一脚将女孩踩在脚下 那家伙这么难对付吗 你可是神兽玄音啊 莫非是你想趁机逃跑 你若有逃跑之心 老祖我有的是方法 让你生不如死 于是便想自己亲自去将其抓回 可身后却传来一声 不用老祖动手了 我这不是来了吗 此时华清云已悬浮在老祖上空 呦 这不是邪云老祖吗 才没几天就又活蹦乱跳了呀 这可把邪云老祖气坏了 一想到上次被秒了 一股杀意瞬间冲上脑门 直接出手攻击华清云 可谁料被其轻松化解 哎 我说老祖 几天不见你咋还这么惨 老祖直接升至红温 玄音 给我把这家伙杀了 谁料拿着铃铛的手 直接被斩下 随后华清云直接击碎了铃铛 并对小玄音说道 以后你不用再当他们的傀儡了 你自由了 小玄音此时泪流满面 便朝着华清云飞去 这时老祖却威胁道 玄音你敢 就算没有控魂灵 你也不能违抗我的命令 不然那位大人一定会 还不等老祖把话说完 就又被掀翻在地 此时小玄音慌张的 冲进了华清云的怀抱 华清云抚着小玄音的额头 你可以回家了 别担心 这里交给我处理 这种被压榨剥削的经历 我可是深有体会啊 一旁的邪云老祖可为气坏 只见他单手垂地 血渊欲照震 片刻后众多血影飞出 一只大手从中钻了出来 是谁 在召唤本王 此时邪云老祖双膝跪地 扣请魔王大人出手 杀死这名修士 区区楼影 竟还需本王亲自出手 眼看着大拳迅速接近 而华清云却丝毫不慌 慢慢地拔出一剑 魔王还没帅过三秒 直接隐恨西北 这直接惊懵了邪云老祖 华清云则叹了口气 魔宗真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